据统计数据显示,高血脂的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,而且发病年龄也呈现日益年轻化的趋势。 这种疾病是由脂肪代谢异常引起的,若不及时发现病治疗,将会给人体带来严重的危害。 当动脉血管堵塞时,会引发一系列疾病,例如心脑血管疾病、肾脏病、肝脏疾病等等,给患者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。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这份由我国卫生部,科技部和统计局于2016年10月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指出, 我国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18.6%,估计全国现患血脂异常的人数约为1.6亿。 这一数据的出现,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,在过去20年间,随住人们的食物消费习惯和膳食结构的改变。 高血脂症的发病率也在不断攀升。 专家们分析,全国30岁级以上的成年人中,高血脂症的发病率在10%到20%左右。 而在老年群体中,女性高血脂的比例高于男性。 这一点颇具趣味性,但也发人深省。 高血脂并不仅仅是一种健康问题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映射。 它提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饮食结构、运动习惯和日常生活方式, 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预防和治疗高血脂,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高血脂有哪些危害? 动脉周样硬化。 高血脂是动脉周样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。 过多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可以在血管壁上审计。 形成动脉内膜斑块,导致血管狭窄和硬化。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如关心病、心脚痛、心肌梗死和中风。 心脑血管疾病。 高血脂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。 高胆固醇会导致冠状动脉狭窄,影响心脏宫穴。 高肝油三脂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。 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,从而亦发生心脏病和中风。 脂肪肝。 高血脂可以导致脂肪在肝脏中堆积。 引起脂肪肝。 脂肪肝的严重程度逐渐增加时, 可能会发展为肝纤维化和肝硬化,导致肝功能受损。 胆食症。 高血脂可以增加胆固醇结晶在胆囊中的审击几率, 导致胆囊内结石的形成,引起胆食症。 代谢综合症。 高血脂是代谢综合症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该综合症包括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胆固醇和腹部肥胖。 这些因素共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。 哪些原因会导致高血脂? 生活方式、不健康的饮食、缺乏体育锻炼。 吸烟、饮酒过量等都可能引起高血脂。 年龄和性别随着年龄的增长, 胆固醇升高和动脉受损的可能性会增加。 另外,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高胆固醇和心脏病。 基因、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遗传因素也可能导致高血脂。 疾病因素、糖尿病。 肥胖、肾病综合症等疾病以及长期使用某些药物如降糖药物、 糖皮质激素等也可能导致血脂水平升高。 多散步有助于降血脂。 坚持锻炼确实对降低血脂有着显著的益处。 多项研究已经证实, 进行适当的运动和锻炼可以有效地降低胆固醇水平。 而散步是其中一种特别受欢迎的有氧运动。 坚持散步可以消耗身体内多余的脂肪和卡路里, 从而达到塑形身体、燃烧脂肪的效果。 此外,散步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脂。 通过坚持锻炼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和锻炼水平的项目, 例如散步、慢跑、瑜伽等。 这些运动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代谢速率, 促进血液循环从而有助于降低血脂水平。 此外,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, 增加身体的耐力和免疫力, 从而更好地维护身体健康。 如果血脂水平较高,除了适当运动之外, 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调理。 同时,还需要注意饮食的调整, 控制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。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,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血脂水平, 保护心血管健康。 医生建议日常多吃四五或比走路效果更佳。 绿豆 绿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豆类,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矿物质, 同时也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。 这些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健康, 特别是对于心血管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绿豆中含有一种叫做可溶性纤维的物质, 它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, 从而减少血管壁上的审击物, 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。 同时,这种纤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, 预防便秘,减轻胃肠道负担, 改善消化功能。 苦瓜 苦瓜作为一种低热量、高纤维、低脂肪的蔬菜, 其独特的营养成分和健康价值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 苦瓜中含有一种叫做苦瓜素的物质, 它具有很好的降血之作用。 通过促进肝脏分泌胆脂酸, 苦瓜素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, 从而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此外,苦瓜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 如维生素C、钾、酶等。 这些物质对身体健康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鱼肉 鱼肉富含多种营养物质, 其中最重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。 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, 从而减缓血脂升高的速度。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, 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值得注意的是, 不同种类的鱼肉具有不同的营养成分和健康效果。 例如三文鱼和尊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D, 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和增强免疫力。 鲁鱼和鲤鱼则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B,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和神经系统功能。 在选择鱼肉时, 最好选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, 如三文鱼、血鱼、鲁鱼等。 燕麦 燕麦富含可溶性纤维, 这种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, 从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此外,燕麦还含有一种叫做蒲聚糖的特殊成分。 这种成分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, 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自由基, 从而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损伤。 燕麦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这些营养成分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, 并促进新陈代谢, 除此之外,燕麦中的膳食纤维还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, 减少糖尿病的发病率。 高血脂能逆转吗? 高血脂是可逆的, 只要早期的发现, 及时正确的治疗, 大多数轻度的高脂血症可以恢复正常。 很多血脂升高是因为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所引起, 包括吸烟饮酒, 大量的摄入高热量。 高脂肪的饮食, 运动量减少, 肥胖。 所以, 我们如果发现血脂升高, 首先要从这几方面入手。 多增加运动, 消耗多余的热量, 严格地控制体重。 很多患者在体重正常以后, 血脂也会正常。 阅读延伸, 降脂目标值是多少? 不同的高血脂患者需要不同的降脂目标值。 对于健康人群, 低密度脂蛋白值应控制在3.4毫米OL以下。 对于极高危患者, 他们的降脂目标值会更为严格。 具体来说, 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达到1.4毫米OL的目标值。 并且需要降低到基线的50%。 对于高危人群如有糖尿病、 高血压、 关心病等其他病症, 或是已经发生过由高血脂引起的ASCUT并发症。 他们的降脂目标值介于健康人群和极高危患者之间。 具体来说, 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达到小于2.6毫米OL的目标值。